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異變,我是老頭Alderman 今天呢,是我們的方舟異變的倒數第二集 呵呵 你們以為是最後一集對不對 因為呢,經過老頭的一些就是 深思熟慮之後呢 我打算把這個挑戰BOSS的部分分成兩個部分啦 第一個部分是算是探索部分啦 第二個部分算是往BOSS的那個 往BOSS的副本前進啦 因為呢,我發覺這個東西要進行的話,必須要耗相當大的時間 因為像是這個DLC呢 他的這個神器總共有三顆 那我是想說,我想要看裡面 想要看裡面神器到底有什麼 應該是說想看內部構造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所以說老頭一定會把這三個過程給拍進去 三個神器三個過程 那這三個過程拍進去一定會超過時間 所以說呢,我們最後一集可能才會 應該是說 所以說今天這一集 應該不會是最後一集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去 神器的那幾個部分 去探索神器 我們要去拿我們的神器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一集抓我們的藥尾獸有沒有 藥尾獸的那個洞穴裡面呢,其實就一顆神器了 那時候我講說下次再來拿嘛 因為那時候不是我們的目標嘛 那今天是我們的目標了 所以說我們待會會 用傳送門飛過去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兩個神器的話呢 到時候也會跟各位講在哪裡 讓你們自己好好去裡面探索 好不好 好不好 那個洞穴裡面就已經有一個神器了喔 我們先去拿 我們雖然有標記吧 洞穴嘛 就直接傳過去就好了 OK 喔唷,我BLAG了 有,我們直接進來了 就是這個洞穴 還好這邊有蓋個傳送門 我看一下傳送門基本上夠不夠啊 哇 傳送門有點不太夠的樣子耶 可以再多做個 再做個三個好了 好不好 先做個三個 好,準備好了喔 我們直接先進去了 好,跟上次一樣啊 基本上跟上次是一樣 沒什麼太大改變 好,一進去就卡頓了 那這樣子我們爬過去 我們應該是可以造化我們的岩龍吧 好,用傳送門這種方式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啦 我覺得 呃,這邊應該會有點卡 我想一下在哪裡召喚啊 我們應該到出口的時候召喚一下 好,跟上次一樣 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一個樣子 唉唷,什麼聲音 不要嚇人啊 遜魔龍依舊在那個地方 來,我們召喚一下我們這一隻 啊,果然進來了 來啦 東西都是我的啦 應該是 應該是不會摔死吧 下面那是什麼 那是螃蟹哥嗎 欸,巨蟹怪在下面耶 哇,這個地形 走開走開走開 哇,那這樣就很好拿了啊 用爬的也行啊 是不是 唉唷,這樣頭有點暈 哇,那個發光體是什麼 應該不是什麼蛋之類的吧 欸,那個是不是啊 那個是水母啊 把水母咬死 哇,另外一個洞窟 還有一個小洞窟在裡面 這有點難找喔 從這裡爬上去 爬錯邊了大哥 快讓我上,讓我上去 讓我進去裡面 哥放棄了 我晚點再來找你 有需要的時候就把你召喚過來就好了 我真的受夠了 喔,還好有這些MOD道具啊 不然怎麼死都不知道啊 小心翼德 我來了 神器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啊 原來這邊也可以往上 唉唷,那個尾巴 看那邊就一隻猛獸在那裡 這個尾巴是什麼 我有要求喔 牛龍哥 牛龍哥 別激動喔,牛龍哥 靠杯沒射到 哇 哇 不要這樣啦 我真的是 這什麼 追尋者 OMG 哇,沒射死 我要死了 我要壞裝了 不要大哥 大哥 大哥 救命啊 不要逼我 阿姆 還有時間吃東西喔 真的是 滿好去死啊 沒你我真的不行 所以我說神器到底在哪裡啊 我覺得應該跟前面這裡拖... 欸怎麼又...怎麼有了 啊原本沒有出現啊,現在出現了 啊不管了,他出現了 他原本沒有東西的欸 剛剛是我眼拖是不是,還是...啊算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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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找了個一輪就還沒發現 啊我們帶了之後就回家了齁 來來來來 喔原來立在這個鬼地方啊,來吧 給你們看一下位置 51.223.7這個部分啊 你會找到這個神器的位置啊 來來來 拿一下拿一下 聲淵 上古神器之聲淵 好,我們現在可以離開這裡了 哈囉各位兄弟們,我們回來啦 我們找到第二個洞穴在哪裡了齁 我們原先本來是應該要去找... 更下面的那個洞穴 不過後來我發現呢,我走著走著就聽到這個聲音了 齁,我就驚覺原來其實這個地方也有一顆神器 所以說呢,我們先從這個地方開始齁 那老頭呢,全程應該會開Guard模式啊 不然的話下面洞窟,深海,裡面的敵實在太強了 齁,我們沒有辦法就是一一的擊破啊 所以說這個必須就是要靠一下我們這個Guard這個模式 才有辦法進行 然後呢,以防萬一我想要先幫我這一隻血點高一點啊 齁,先點高一點 齁,我覺得先點高一點比較好 然後幫他補一下血 補快點補快點 齁,我們等一下就準備要下去了齁 齁,他這第二個神器在這個洞的深處啊 齁,這個地方會找得到第二顆神器 不過呢,深海嘛 一定會有最令人頭痛的深海生物 齁,或者是電脈之類的 基本上如果我們現在普通的人類啊 過去 齁,普通的人類只要以過去 被電慢電暈 基本上是必死無疑 好不好,這個基因就是被判死刑了啦 所以說勢必我們必須要開Guard模式 才有辦法潛入 不然的話基本上過不了 然後你會看到我們的炎龍在對面齁 然後我們就先放在那邊 到後面真的需要再呼叫他過來就好了 齁,你看這邊有一隻一齒龍 齁,我們已經好久沒看到一齒龍齁 還有暗康雨有沒有 齁,好啦,不管了 先下去再說啊 喂,這麼的深海 齁,我會不會沒氧氣啊 我覺得我應該帶個氧氣罩之類的 呃,我記得我這邊有深海裝 深海裝先補一下 那我被攻擊了 走開 欸,這個在水裡不能開槍喔 哇,全程用戳的是不是 好,沒關係 慢慢來 齁,這麼的深 沒有做好萬全的準備 千萬不要來這裡啊 齁,不然就會死得很難看啊 我說真的 哇 尋找神器之路 是這裡嗎 奇怪 我怎麼感覺有一種找不到路的感覺啊 啊,應該是上面那個地方吧 欸 這是回去的路吧 走錯邊了 好,又要切換場景了 應該是這裡 欸,對,然後再往上 這個的地方 找到了 好,我們成功到這個洞穴了 這邊可不可以蓋個傳送門啊 以後拿神器會方便多了 欸,這裡可以蓋欸 哇,在作弊啦 蓋一個好了 嘿嘿嘿嘿 好,先暫時蓋一個 呃,給他取名叫做 神器二 好 好,如果更作弊一點 直接在那個神器的旁邊 蓋個傳送門 隨時都可以來拿 多屌啊 哇哇哇哇,我被震下來了 我被震下來了 天啊 等一下,等一下 幹什麼東西 好像跑步非常的慢啊 因為我穿挖鋪啊 哇,這邊 馬上立馬兩隻 先點掉,先點掉 看來不只兩隻啊 看來不只兩隻啊 有有有有有 好麻煩喔 還要換裝 可以不要這樣換裝嗎 呵,這樣好多了 這什麼 哇哇哇哇 不要這樣子蛇哥哥 賣夠地震啊 很難受啊 好,往這邊爬 馬上就有一隻追尋者了 他會攻擊我們這些會發光的生物 有 在哪裡啊 我是不知道在哪裡啊 這可能還要稍微再探索一下 那邊會發著 黃色的亮光 會不會在對面啊 這什麼東西擋住我 不知道耶 這邊又一隻 有一隻就去死了 蠍子不要 啊 陷阱 喔喔喔喔 Oh my God 還好開無敵啊 蛇哥哥你好 蛇哥哥 蛇不要 蛇不要 這邊還有發光蟲 這邊還有發光蟲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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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邊還有七思曼喔 七塞曼 七塞曼 這邊有個發一個藍 黃光應該是這個地方了吧 我聽到聲音了 很近 我聽到聲音了 可是這王八蛋跑過來了 該死了 去死吧 去死吧 耶啊 在哪裡 滾出來 快 傷害好低喔 天啊 幹 受夠了喔 一槍要你命喔 一槍要你命喔 不要怪我喔 嫩 欸我真的很後悔 用這招 用這把槍欸 應該拿閃彈槍才對 傷害低到一個哭啊 哇掉下來了 聲音非常的明顯 欸 我有預感在這個黃光 黃光附近 那你繼續找 好啦不要一直打我啊 阿末幫忙快點阿末 對弄死他們 阿末乖 喔 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可能是在這個前面的小洞窟啊 因為基本上你要找神器 他應該會有類似像這種光 光文 不光的波洞有沒有 像這邊就有一根波洞的柱子喔 我嚴重懷疑在這個下面 不過這邊居然有 一堆螃蟹 阿~~不要 餓了我吧 餓了我吧 讓我下去才是重點阿 走開x4 所以說我們要往這邊再走一圈 應該就有辦法找得到了吧 走開喔 這往上還往下啊?上面沒東西 我們往下我們往下 海中生物實在太可怕了 OK我們好像上來了 快點快點快點 一個人來這裡根本是超級找死啊 太扯了 我們到了 這邊算是嗎?這邊有了嗎? 我少的很苦啊走開啦 這邊有個亮一樣是有黃光 會不會是這裡啊? 我已經繞了一圈了喔 別再讓我失望了喔 找到了啦 就是這裡 召喚你 咬死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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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啊 終於找到了 找得好苦喔 有沒有 第二個神器在這邊啊 大概給你們參考一下 終於出現了 暗影神器 SHADOW 好 我們入手第二個了 太棒了太棒了 哈囉各位兄弟們 回來啦 這是最後一個神器的位置 那這個神器的位置呢 給你們看一下地圖 神器的位置大概位於這個地方 看見我們這個 以這個地圖正中央下方了沒有 有沒有 大概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大概在八 八十點七 四六點五 這個位置 你就會看到前面有一個 類似像一個直直的一條道路 這樣子 然後呢 無名怪一直生出來 很煩 追尋者把他幹掉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感覺好像 好像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燈獸不見了齁 不要一直跑啊 停下來 來 我們的燈獸好像消失了耶 我覺得在這邊先蓋一個傳送門好了 我們先回去齁 來 這邊蓋一個 這個是 神器三 神器第三個 然後我們的燈獸好像不見了 你看在我肩膀上消失了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剛剛掛掉沒有注意看到吧 所以說我們現在先回去一趟 拿一下我們的燈泡全好了 我們先回去齁 還是說我把他丟在家裡啊 不 不了解了耶 好像在家裡的樣子啊 我看一下在哪裡啊 巨蟹怪 還是我們帶我們的威爾森3.0啊 帶我們的威爾森去好了 我們那隻不見了 對啊 我剛剛後來才發現 讓我們的藥尾獸消失不知道跑去哪邊了 可能在游泳的時候被電死 電暈了吧 電暈在那邊 然後我也沒有去 我也沒有去搭救他這樣子 好吧算了 好 這怎麼夠包包 這是野外的迅猛龍四等級 OK 我們現在有燈泡全了 來 咱們去神器3這個部分 走走走走 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些什麼 就這個地方了 第三個神器在這個地方 我們走看看 我還蠻好奇裡面有什麼的 直接到下一個洞窟 這會不會是接待外面的世界啊 這邊有石油 這應該是黑曜石 這應該不是石油 原來在這裡啊 來來來 清場囉 喔唷 喔唷 雷格雷格 雷格雷格雷格 雷格雷格 太誇張了吧 哇靠 這邊怎麼那麼多隻啊 見鬼啦 哇現在包包身上東西超多的欸 我覺得我應該先丟一些不要的東西啊 哇 等一下會不會整個雷格卡盾啊 我們把我們藥的先留下來好了 要的先放在我們包包裡面 全部直接丟掉 好大腿肉來一點 這個我也要 炎龍鞍留著 好其他都不要啦 欸有珍珠 啊珍珠才一個算了 好多了 繼續找繼續找 像這個 這個第三個神器的地方啊 這個區域啊 感覺就像是 嘖 不叫怎麼講 寬闊啊 寬闊 喔不會像前面那兩個 但相對的這個地方寬闊喔 所以說 危險的生物比較多啊 你看我現在隨處可見都看得到這些 血條 全部都是危險生物 有沒有 要求我 來來來來來 只不過現在還沒看到神器的位置就是 喔喔喔喔 要掉下去了 要掉下去了 可能在這上方附近吧 持續找看看吧 不管了 繼續找 一定找得到 會不會在上面啊 唉唷搞不好在這裡喔 有聲音嗎 沒有沒聲音 可惡我要上去啊 幹嘛一直把我弄下來 而且感覺這裡其實不大你知道嗎 我是覺得這裡 我是覺得這裡 我是覺得這裡其實不大啦 哇靠 這邊也太多了吧 唉唷 太多了吧 我跟你講 這一個人絕對過不了的啦 不用想太多了 不用想了 好不好 不用想了 我要去上面這一條啦 讓我上去 這裡有嗎 最上面這裡 感覺沒有 會不會剛剛明明我已經看 我已經有略過了 只是我沒有注意到這樣子 有可能喔 是不是 唉唷這靠北啊 在這裡啦 誰會知道神器在這裡 這個一點提示都沒有吧 這個真的很不明顯耶 因為照理來說 尋找神器他給的提示 應該都會有那個光 光波啊 他這裡沒有光波的顯示耶 沒有光波的顯示啊 對啊 我來往下看一下 這裡一個提示都沒有 真的 一個提示都沒有跟你講 反正總而言之 這個神器就是在上面就對了 我們可不可以蓋個傳送門啊 這裡不行 這裡不能 好吧這是我們第三個神器 終於入手了 潛行之神器 回家囉 太讚了太讚了 終於入手了 現在各位知道這三個神器的位置在哪裡了吧 OK 來我們來把神器放在這個上面 展示一下 我們今天所獲得的成果 呼籲各位 千萬不要一個人進入常識 會死得很難看 好不好 因為老頭是用German 才有辦法這樣子獲得啊 如果你試玩多人呢 個人建議就是呼朋雨伴進行 不然的話基本上 最後一個神器 你會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我說真的 來 這邊一個 欸 兩個 三個 是不是 放進去 蛤 怎麼會沒有啊在這裡 すごい 戰力品啊 哇 超屌的 超屌的 すごい 這就是我們今天拿到這三樣神器 終於 哎呀 好辛苦啊我的天啊 怎麼可以這麼的辛苦呢 好不好 OK 我們大成功好不好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好好的看一下我們今天所獲得的三樣東西 今天這影片也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下一集呢 我們就要準備去挑戰最終BOSS了 那最終BOSS呢挑戰完畢呢 這個連載就準備要結束啦 感謝各位記得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在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懸壞 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異變再見啦 掰掰